2021年3月23日 台湾省台中市举行了一场追悼会 不同寻常的是 这场追悼会的主角已经去世28年之久 并且来叼咽的人大部分都是台湾黑道中数一数二的人物 此次追悼会中烦烧的祭品也不同寻常 大多数都是纸扎的武器、手榴弹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追悼会的主人公应该也是位黑道中人 按理说这个身份 普通市民应该是唯恐避之不及才对 可奇怪的是 前来吊咽的人中 普通市民与企业家却也不在少数 那么此次追悼会的主人公究竟是谁呢 能在去世28年后引得黑白两道自发追悼 他就是有台湾第一杀手之称的刘焕荣 竹联邦的一把利刃 专门负责帮派的斩首行动 他杀的人基本上都是同一时期的黑老大 同时也被台湾警方列为台湾省十大枪击药犯之一 但这个人很难评价 一方面他曾在各种公开场合当众杀人 扰乱社会秩序引起民众恐慌 另一方面又行诸多善事 在后来的逃亡生涯里遇到了海山煤矿灾变 他看着无数个家庭破灭 决定把身上逃命的钱悉数捐出 路过台中县雾风箱时 发现一座破烂的孤儿院 温院长为何不进行修缮 院长说没钱 于是他便去抢劫了附近的赌场 来协助孤儿院修缮 而他在狱中也发起过募捐 把钱以无名氏的名义捐赠给穷苦人家 所以在有的人心里 他十恶不赦其罪当诛 而在另一些人的心里 又把他比作成恶扬善的狭义之士 纷纷替他情愿求情 而对此 刘焕荣本人在行刑前对狱警说道 我不是英雄 黑道没有英雄 警戒才有英雄 健康幼稚园火烧车事件中 奋不顾身救人丧生的林静娟老师 才是真正的英雄 他还特别交代 若外界问起有没有一言时 这几句话一定要转达出去 可以看出 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有着很清楚的认知 那么 他是如何走上这条不归路的呢 他又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郑吉祥 按照惯例 咱们还是从头讲起 刘焕荣集贯四川省江金县 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市江金区 1957年出生在台中市 北藤区眷村 陆光八村 眷村就是当时为了安排 被迫自大陆各省 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 及其眷属居住所兴建的房舍 不过 也有部分人广义认定 眷村也包括荣民与眷属 自行兴建的大范围伟建 例如宝藏岩等 所谓的另类眷村 刘焕荣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父亲曾是国民党中校 但随着他们撤离到台湾 这些都已成为历史 一家人只得靠卖水果维持生计 他们在当时被称为外省人 关于外省人 官方的解释是 与抗日战争胜利前 便已定居台湾的移民相对应的 抗日战争后 光复回归祖国之后 来台的大陆人民之广义俗称 简单来说就是 1945年台湾光复前的居民 被称为本省人 1945年后陆陆续续来的 以及49年后 大规模迁徙过去的 被称为外省人 作为外省人 经常会被一些地痞流氓 欺负收保护费 稍不如意就会把贪子掀了 刘焕荣也曾试图反抗过 但无奈对方人多势众 双拳难敌四手 自己孤身一人 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于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 不再受人欺负 他在高二那年 加入了当地的小梅花帮 就此开启了自己的第二人生 也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小梅花帮就是眷村子弟们 自己创立的帮派 创立之初的目的 就是为了保护自己这些外省人 不被本省人欺负 在刘焕荣加入小梅花帮后 开始帮老大在赌场收保护费 由于刘焕荣当时加入帮派的目的 比较单纯 就是为了得到保护 所以在替老大收保护费时 不会起什么歪心思 无论多少钱都如数上交 老大每次也都会给他两块钱 买碗面吃 有一次 村里的同伴被本省人追着打 刘焕荣挺身而出 一人一棍冲上前去 帮同伴解围 没想到却因此惹祸上身 在这个过程中 刘焕荣不慎将对方打成重伤 后来又在一次收保护费的途中 将来追捕他的警察打伤 两事相加之下 他被通缉了 于是跑了 父亲得知此事后 拖亲让他回家 刘焕荣便听父亲的话回去了 殊不知 父亲已经把他的行踪 透露给了警方 正当他在家中的沙发上睡觉时 隐约中听到父亲 跟别人谈话的声音 于是便张开眼睛 偷偷看去 眼前的一幕让他又怒又聚 据的是跟父亲谈话的人是警察 怒的是他恨父亲出卖了他 刘焕荣就这么被押进了看守所 本来他决定再也不原谅父亲 可后来在父亲去看守所 看望他的时候 他看到年仅40岁的父亲 就以满头白发 以及父亲转身离开时的沟楼身形 刘焕荣还是心软了 他意识到了 父亲所承受的痛苦 一点都不比他少 父亲只是做了正确的事情而已 自己又有什么资格憎恨父亲 于是刘焕荣此时立志 出去后一定要走正道 想出人头地报答父母 所以在他服刑完后 他选择了回去继续上学 在刘焕荣的心里 他作为外省人 想要出人头地只有两种办法 一是参军 二是加入黑帮 至于老老实实回家做生意 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因为他忘不了 家中水果摊 曾被多次掀翻的场景 眼下他也决定要走正道 所以满腔热血 一心想要报考军校 可现实却给了刘焕荣当头一击 由于他有前科 军校第一个就把他排除掉 就连义务当兵 想自愿留营也没他的份 正让一心想要回到正道的他 深受打击 不仅如此 有时走在街上 他都会被警察故意针对 有一天 当他回到眷村后 里长让他赶快逃 说因为他曾经加入过黑道 现在有警察为了绩效 准备将他提报流氓管训 台湾在1949年5月19日至1987年7月15日期间被称为戒严时期 当时采用的减速流氓条例是 只要警察认为你有流氓行为 就可以不经审判 直接报情管训 哪怕你压根就没违法 法院也没判你行 刘焕荣后来曾在自己的自白书中写道 一个有前科的人已不被社会谅解 白布染上黑点 一辈子洗不清 于是暴君无门又被处处针对的刘焕荣又选择回到了黑帮 1979年11月 丰元的十七军刀帮因为抢地盘与刘焕荣发生冲突 军刀帮的人一直在追砍刘焕荣 这些人可能没学过孙子兵法 不晓得穷扣墨追为师必缺的道理 被追极眼的刘焕荣跑到一个西瓜滩前 正巧看见了一把西瓜刀 拿起刀就转身砍去 跑得最快追得最紧的是军刀帮的帮主 此时刘焕荣一转身 刚好一刀砍中了他的喉咙 军刀帮的帮主当场毕命 其余小弟们一看这情况吓傻了 纷纷四散而逃 老大都被砍死了 他们这些做小弟的还在这里做什么 事后由于都不干净 也没人敢报警 也就是这个时候 刘焕荣发现 混黑道就必须要特别狠 开工没有回头见 眼下既然杀了人 那就一狠到底 否则就别想在这江湖上混 也就是在这一年 刘焕荣的父亲因病离世 仅设母亲一人根本劝说不动刘焕荣 于是这个时期的刘焕荣每天都去山里练枪 也是练胆量 1981年 刘焕荣因利益与当时称霸台中市的大胡邦 多次发生冲突 虽然人数上不占优势 但凭借着下手狠欲不怕死 双方一时之间竟也打得难舍难分 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 刘焕荣被当时正在大肆扩张势力 想要插足台中市的竹联邦给看上了 竹联邦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关于他的历史 我简单说一下 他的前身是一个名叫孙德培的中学生 于1955年在台北市成立的一个校园帮派 中和帮 成立刚两年后 孙德培因杀人被判入狱七年 同一年 中和帮解散重组为竹林联盟 简称竹联邦 当时有五个联盟 分别是狮虎暴凤鸭 后来将竹联邦发展成台湾最大帮派的陈起立 就是鸭联盟的人 关于陈起立一会再讲 这个时期的竹联邦还是一盘散沙 虽互为联盟 但却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帮助 因为创始人孙德培出狱后 并没有选择来竹联邦 但竹联邦的一些元老们 仍将他视为老大 甚至每次在聚会上 都会给他留有一席之地 虽然他没去过 当时台北还有一个帮派 名叫四海帮 各方面都碾压竹联邦 一直按着他们走 险些把竹联邦给打没了 后来到了1962年 因为四海帮过于高调 被警方强行打压 趁着这个间隙 竹联邦迅速崛起 后面帮派内部争权什么的 就不多说了 陈其理当上帮主前 竹联邦下的堂口 由最初的狮虎暴风鸭 扩边修改为 虎暴龙狮雄凤鸟 陈其理当上帮主后 又重新组建设立了八个堂口 分别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为什么要强调堂口 因为当时找刘焕荣 加入竹联邦的不是陈其理 而是第一个成立堂口 也就是中堂的堂主董贵森 他跟刘焕荣是一个村的 加之后来刘焕荣的表现 确实强烟 于是将他拉拢进了自己的中堂 刘焕荣加入竹联邦后 认为小打小闹的没意思 既然要做就做大的 因为在黑帮里 今生最快的方式 就是杀人或者替大佬背锅坐牢 这两者之间 刘焕荣自然更倾向于前者 而杀人就要杀那些 有头有脸的老大 踩着他们的尸体来上位 杀些无名小卒 搞不好还会被人耻笑 把他吸大进来的 中堂堂主董贵森当然也知道他的想法 给他派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去刺杀被称为九命怪猫的廖龙辉 廖龙辉是台中地区有名的角头 他所在的大湖帮更是仇家林立 而之所以被称为九命怪猫 是因为此人极其惜命 每天把自己打扮得像个文化人 来掩盖自己的黑社会身份 他还找了三四个替身 每天跟在自己身边 替身们跟他穿着相同的衣服 出行时有时会让替身先走 有时自己先走 真真假假扑朔迷离 此前他的仇家派去的杀手都被骗了 人是杀的不少 可全杀错了 刘焕荣也知道这一点 于是就像一个老练的猎人 颇有耐心的足足跟踪了廖龙辉三个月 以此来观察他的习惯 1983年10月23日 廖龙辉到台中市的一家酒店中 与情人相会 刘焕荣在酒店门口等了一夜 也没有见到廖龙辉的影子 旁边的小弟因为紧张 被吓得一直发抖 而刘焕荣却从容淡定 还吩咐小弟去买一些压货和啤酒 一手压货一手啤酒的 就这么吃喝了起来 正吃着呢 真正的廖龙辉从酒店出来了 刘焕荣手一擦拿起枪 下车冲向廖龙辉 一枪打中了他的脑袋将其击杀 随后返回车里又吃了起来 小弟此时还没反应过来 此事一出 道上的人都知道了竹联邦 有一个下手快准狠的杀手 刘焕荣也因此当上了中堂之士 没过多久 便又有人找到刘焕荣买凶杀人 此人名叫尤国林 是刘焕荣的朋友 但他不是竹联邦的 而是现在的桃园市巴德区的脚头之一 这次来找刘焕荣 是希望让他帮忙杀 大树林邦的脚头杨伯峰 那个时期桃园一带脚头多 所以蟹斗也多 大树林邦本来活跃在 桃园火车站后站一带 后来扩张到了巴德区 于是就跟尤国林他们打了起来 有一次 尤国林被杨伯峰等人追到了怀生机场 怀生机场是军用机场 于是原本泄斗的两方 又被军方拿着长枪追着打 这让尤国林觉得很是没有面子 在自己的地盘上被别人追着打 但又不敢找军方报复 于是把气撒到了杨伯峰的头上 但自身实力有限 所以就想到了刘焕荣 刘焕荣听完立马答应了 一方面尤国林是他的朋友 另一方面尤国林还出了40万 于是开始准备动手 刘焕荣嚣张至极的选择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日子 在一个黑道大佬的追悼会上 当时前来吊咽的也都是各家大佬们 谁也没想到敢有人在这种场合来杀人 一般在举行完追悼会后 都会有几桌解汇酒 就当众人吃完准备离去的时候 几声枪响让所有人的情绪都紧张了起来 短暂的骚乱过后 众人这才发现 刚才含在一起吃饭的竹联帮新秀刘焕荣 此刻手握双枪 他面前还躺着一个人 正在不断的挣扎哀嚎 正是大树联帮的帮主杨伯峰 刘焕荣收枪准备离开 可还没出门 便看到杨伯峰还在地上挣扎 于是转身回去又连开树枪 杨伯峰当场毕命 刘焕荣这才转身离开 这一套操作下来 现场人都傻眼了 心想这人神经病啊 当着一群大哥的面 在追悼会上杀人不说 怕对方没死透 还丧心病狂的回来补了几枪 但想归想 谁也不敢置身 更别提出面劝架了 都怕这个神经病 万一给自己来一枪怎么办 这一事件 也迅速在黑白两道 飞速传开 此事过后 刘焕荣多了一个称号 神经刘 当然都是私下里这么称呼 当面都会叫他刘阁 之前的小刘也不敢叫了 只有道上辈分大些的 才敢叫他一声阿荣 而在竹联帮内部 刘焕荣则被称为 竹联帮最冷酷的杀手 虽然这句话 现在听起来 显得有些中二 还有些搞笑 但在当时 这个称呼听起来 则有些恐怖了 此时陈其里也很赏识他 决定把他带到身边 当贴身保镖 这样能更方便的 执行一些秘密任务 1984年春节期间 一名姓肖的商人 在赌场被人联合诈赌 输了两亿 被迫签了欠条 但肖老板的人脉很广 于是请竹联帮出面 解决这件事 可消息走漏了风声 一时之间 黑道上的各大势力 都疯狂了 放在今天 两亿就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更别提是在80年代了 所有人都在蠢蠢欲动 四季分一杯羹 最后大家坐在一起谈了谈 按照道上的规矩 将赌债减为了一折 但肖性商人 必须一次付清 到了付款那天 各大帮派的脚头们 与肖性商人的债主 在事先约定好的 记得望律师事务所 等待着肖商人的到来 他们也已经 在私下里达成了约定 钱一到手 除了债主外 剩下的帮派 平分这些钱 至于为什么 没债主的份 我觉得可能 是因为其势力太弱了吧 人为刀祖 我为鱼肉 肖商人是他的鱼肉 他又何尝不是 其他帮派的鱼肉 很快 肖商人带着800万现金 与1500万的支票 到了事务所 本来脚头们都很高兴 马上就要分钱了 搁谁谁都乐 可看到肖商人 屁股后面跟着的那个人后 所有人的笑容 都凝固在了脸上 来人正是咱们 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竹联邦的神经流 肖商人把钱付了后 债主也撤回了 对他的起诉 在法律上来讲 这事已经结束了 于是肖商人 带着律师离开了此地 法律上虽然结束 但钱的归属问题 还没有结束 一名脚头率先发问 这钱怎么分 刘焕荣直接一屁股 坐到了那800万的 钞票上面说道 就这么分 然后从容淡定的 从口袋里拿出 一颗手榴弹和一把手枪 并说他今天来 代表的不是自己 而是替竹联邦 把面子找回来 今天要么拿钱走人 要么大家一起死 陈奇李认为 这次的事 竹联邦没能自己扛下来 很是丢人 如果不有所行动 面子上过不去 于是便派了刘焕荣过来 他相信刘焕荣 能把事情办妥 刘焕荣确实也没让他失望 在场的人 虽没有一个善茬 也都是各大帮派的脚头 但这个名头 现在已经不是buff了 而是debuff 因为刘焕荣 可是专杀大哥 所以这会在场的 大哥们都有点怂 再加上 他们觉得这也不值当 于是最终 刘焕荣成功的 带着这2300万 全身而退 给竹联邦 赚了个大大的面子 据说事后 竹联邦 还是拿出了一部分钱 分给了那天在场的脚头们 让他们的面子上 也过得去 不过这个说法 也不知道真假 大家还是当个故事 听听就行了 此事过后没多久 新竹市风飞沙帮的脚头 洪国华通过游国林 找到了刘焕荣 想重金请他 解决掉自己的死对头 新竹一山帮的张德义 看在好友游国林的面子上 刘焕荣很痛快的就答应了 这一次的杀人手法 跟前两次刺杀如出一辙 都是光天化人之下 直接动手 1984年4月 刘焕荣与游国林 在大街上 直接将张德义 强行掳上车 把他带到虎口公墓处杀害后 直接就地掩埋了 简单直接且高效 而且他也从没伪装什么 似乎是觉得 这样有助于自己提高声望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三位黑帮大佬 接连被刘焕荣杀害 一时之间 黑老大们寝食难安 加之有些前不久 还被刘焕荣拿手榴弹恐吓过 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这个时期的黑老大们 身边的安保级别 应该是同时期最高的 而他不光在道场恶名远扬 警方也注意到了他 刘焕荣因此成了 十大枪击药犯的榜首 这个榜单是流动的 谁服法谁就从名单中摘除 刘焕荣是第一批上榜的 刘焕荣此时也有点郁闷 不是郁闷上了十大枪击药犯 而是郁闷警察为何 对他的踪迹了如指掌 有几次要不是他反应快 就已经被抓了 他觉得身边应该是出现了叛徒 于是开始暗中调查 查着查着 查到了游国林的身上 这让他觉得难以置信 他曾帮游国林 杀了大树林帮的帮主杨伯峰 两人还一同杀了新竹一帮的张德义 他想不明白游国林为什么 又有什么理由去出卖他 正巧此前他刚买了一辆福特千里马 游国林说要泡妞 于是把车借走 此时游国林联系他 说要还车 刘焕荣决定试探一下他 看看自己身边的叛徒 到底是不是他 于是他给游国林说 让他把车停到台北市 建国北路的一个市场附近 早早到了现场 藏了起来暗中观察 过了一会儿 游国林开着车来了 坐在车里等刘焕荣 刘焕荣本来就是来试探他的 所以压根就没打算出去 又过了好长时间 正当刘焕荣觉得 是不是错怪游国林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许多警察 走到车边跟游国林在说些什么 这下刘焕荣终于确定了 就是游国林出卖了他 出来混讲的是义气 出卖兄弟是大忌 刘焕荣自然不会放过他 于是摆下了一桌鸿门宴 他知道游国林好色 还特意给他找了三个外国女人 想着让他临走前再快活一把 刘焕荣也比手下小弟 从来没吃饱过的乌鸦哥厚道 他强压着怒火 在游国林酒足饭饱了锅后 才把桌子给掀了 对游国林说不要再装了 然后直接剁掉了他一只手 问他为什么出卖自己 原来是在他们二人杀掉杨博锋后 警方就查到了游国林的身上 起初他想要自己的同伙 段树文去当替罪羊 但段树文不少 杀人可是掉脑袋的罪过 这谁敢去顶罪 所以没答应 这里说句后话 段树文后来也被警方认定为 十大枪击要犯之一 但在落网后没被枪毙 而是判了无期 多次减刑后出狱 回到桃园做起了公益 2018年当选了桃园市第二届议员 2022年高票连任了第三届议员 话说回来 在段树文拒绝顶罪后 游国林自己也不想顶罪 所以把事情都推到了刘焕荣的身上 将刘焕荣给供了出去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说法 说是游国林此前四处躲藏缺钱用 于是想要和刘焕荣一起勒索赛格协会 但刘焕荣不肯 游国林因此怀恨在心 抱着我不好过 你也别想好过的心态 多次设下圈套想让他被警察抓 但不管是哪种说法 此时的刘焕荣快气炸了 于是又剁掉了他一只手 随后将其带到北夷公路 枪杀后就地掩埋 这次事件传出后 并没有前几次那么引人注目 因为此时台湾发生了一件大事 江南案案件发生在1984年10月15日 一位背景复杂的多面间谍 笔名江南的华裔美籍作家 刘一良在美国被刺身亡 行刺的正是刘焕荣的直属堂主 董贵森和竹联邦的老大陈其里 以及现在台湾长红影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鬼剑筹吴敦 这起案件比较复杂 11月12日 台湾执行疫情专案扫黑行动 陈其里吴敦被逮捕 而刘焕荣与董贵森 以及竹联邦的一些人得到风声后 早早的就逃出台湾 在逃出台湾后 他先是到了泰国 但由于人生地不熟 最后辗软到了菲律宾 因为很多认识的人都逃到了这里 例如董贵森以及其他帮派的成员 当时他们那个华人社区里 还住了两家台湾商人 是兄弟俩 名叫陈南光陈正昌 据传着兄弟俩在台湾一做钢材生意 欠债商议员 于是全家跑到了菲律宾躲债 由于这些个黑帮大佬们都已辗转多地 加之出逃匆忙也没带多少钱 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 于是当时另一个帮派 牛不帮的齐瑞生 齐会生兄弟俩 找到了刘焕荣 以及一些其他竹联邦的成员 寻思找陈睡兄弟俩勒索点路费 刘焕荣心想也是 于是同意了 他将陈睡兄弟及其家人 骗到了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 当他们到了之后 一家人被喂了带有安眠药的冰淇淋 随后对他们开始了百般折磨 利用五个孩子威胁他们 最终骗出了银行卡的密码 当他们拿到钱后 五个小孩和四个大人 被全部推下了山崖 但不幸中的万幸是 五个孩子中有两个姑娘幸存了下来 案发第二天一早 当地晨跑的人发现了他们 城市面门惨案 七死两伤 此时瞬间传遍台湾和菲律宾两地 一行人没法在菲律宾继续待下去了 便又四散而逃 刘焕荣这次逃窜到了日本 在日本 刘焕荣过得也不是那么顺利 也只能从事一些非法买卖 帮别人看毒厂贩卖毒品 据说刘焕荣在日本的这段时间里 还发生过一个 不能被称为爱情的爱情故事 她认识了一个风尘女子小芝 在交谈过后得知 其丈夫是跟她一样名列 台湾十大枪击药饭的珍珠呆梁国凯 梁国凯在1984年 警方围捕她的过程中 与警方发生枪战 最后吞下情话甲胶囊自杀身亡 由于梁国凯生前有诸多仇家 所以小芝只得逃到日本 为了维持生计 只得沦为风尘女子 得知这些后 刘焕荣跟小芝在一起了 不知道是爱情还是同情 亦或者其他一些 什么较为复杂的感情 因为同时还有一种说法 说是小芝认识刘焕荣后 将自己的姐姐大芝 与刘焕荣撮合在了一起 所以是不是爱情 这并不重要 1986年1月26日 刘焕荣在一次毒品交易中 被日本警方抓获 同年3月 刘焕荣被押解回台湾 关押在警备总部看守所 负责审讯的是 时任台湾除暴组组长 先任新北市市长侯友仪 侯友仪早就看过了 刘焕荣的各项资料 也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他也早已 做好了心理准备 这是一场持久战 果不其然 在他第一次审讯时 刘焕荣就语出惊人 撑有好几次杀掉他的机会 第一次是在 金孔雀酒楼临检的时候 刘焕荣的长枪都已经瞄准好了 最后被旁边的同伙劝阻下来了 第二次是侯友仪跑到菲律宾 对他进行抓捕 这让刘焕荣很不爽 早早的带了一票兄弟 在他要住的旅馆埋伏 但出于某种原因 侯友仪换了旅馆 这才让刘焕荣的埋伏落空 自从这次审讯过后 刘焕荣便守口如瓶 再也没有说过 关于所犯案件的任何事情 面对此时油烟不尽的刘焕荣 侯友仪决定用真心打动他 于是开始四处打听他的爱好 在了解到了刘焕荣喜欢吃鱼下巴和鸭舌头后 他连续带了一个星期鱼下巴和鸭舌头去探监 人心都是肉掌的 这一招确实管用 刘焕荣终于开口了 他知道自己这次死刑跑不掉了 但死前有个心愿想要完成 因为自己一直没有尽到一个当儿子的义务 这几日还梦见父亲托梦 说他这辈子不孝顺 连他的葬礼都没回来 现在起码要见他的母亲一面 侯友仪听完觉得这个请求不过分 于是从中协商安排帮他跟母亲见了一面 刘焕荣刚一看到母亲 扑通一声就归岛在地 抱着母亲一直在忏悔 说自己这辈子没机会孝顺他了 来世做牛做马也要报答 在母亲走后 刘焕荣一五一十的将所有犯罪情节都交代了 对于在菲律宾参与的城市灭门案 他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说自己感觉到非常的后悔 因为混江湖打打杀杀很正常 但唯独这件事做错了 在当时包括现在还有一部分人认为 刘焕荣当初可能是被齐瑞生兄弟俩骗了 以为只是勒索钱财 并且很可能没有参与到后面的杀人过程中 理由是对普通人下手不像是刘焕荣一贯的风格 但不管杀人他参与还是没参与 此案他毕竟还是脱不了干系 1991年1月 台湾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恕罪并罚判处刘焕荣死刑 刘焕荣听完判决结果后 竟然鞠躬向法官道谢 与遗忘一些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后 大骂法官的死刑犯们的态度完全不同 这让在场人员都对刘焕荣的态度嘖嘖称奇 随着刘焕荣死刑判决的结果传出 一直支持废除死刑的律师王清风等20名民意代表联名提议 他们认为刘焕荣忠义气并且是真心悔过 所杀之人除了菲律宾陈氏一家外 都是黑道 没有滥杀无辜 而且前面我也提到了 当时包括现在有一部分人 一直认为刘焕荣没有参与到 陈氏灭门案的杀人过程中去 他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他们希望可以给刘焕荣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与其枪毙他不如特赦他 以此来告诫世人 刘焕荣自己也说 如果自己能逃过意思 将来一定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在狱中的他也没有闲着 一直在学习画画 这个台湾第一杀手在画画上竟然颇有天赋 画的关公和钟葵还有马都比较有名 还曾经送到外面展出过 他在监狱里创作39幅画作 全部捐给妇女基金会义卖 他还专门给侯友宜送了一副关公表示感谢 对于自己在台湾的女友 刘焕荣最终也没敢去面对 女友曾多次来监狱想要见他 均被他拒绝了 在监狱担任教化工作的试经药法师 问他为何不见 他回答道 如今已经没办法对对方交代 见了面对方也痛苦 自己也痛苦 为了不要让双方痛苦 不如就不要再见面 使双方都不要痛苦 这位负责教化的试经药法师也多次提议 特赦刘焕荣的死刑判决 他说刘焕荣本质上是个善良的人 只是走错了路 哪怕不入黑道 他还是保留了心中的善良 例如海山煤矿事件 这次事件发生在1984年6月20日 最终导致72人丧命 当时的刘焕荣在逃命途中 他看着那些破碎的家庭很势不忍 于是将身上逃命的钱悉数捐出 除此之外 后来他在路过台中县雾峰湘时 又发现了一座破败不堪的孤儿院 闲聊时他问院长为何不进行修缮 院长说没钱 刘焕荣转身便去抢劫了附近的赌场 抢来的钱给了院长 让其对孤儿院进行修缮 到了狱中 他也发起过募捐 以无名氏的名义捐赠给穷苦人家 对此 台湾法务部表示 刘焕荣接连杀害五人 案情重大 不可特赦 当时的新闻稿中写道 刘焕荣素行不良 世人命如草芥 手段残忍心狠手辣 由于社会永久隔离之必要 虽其于积压时有所毁物 及作化意脉回馈社会 并不足以赎以钱签 乃判处死刑 耻夺公权终身 为劫邦作恶危害社会者租界 1993年3月22日 时任法务部部长的马英九 批准了刘焕荣的死刑执行令 宣布次日凌晨在台北看守所 执行枪决 得知这个结果 刘焕荣也并没有表现得很失落 只是说道 感谢监狱给我教育 让我成长 懂事 次日凌晨 刘焕荣将要被带入罚场 此时看守所外已经围满了人 一些是记者 手持长枪短炮 一些是道上的兄弟 身着黑衣 手持一炷香 死刑犯不少 但像他这样 赴罚场时 淡定自若的却不多 当他看到看守所外 聚集的人群时 突然停下举手大喊 随后被带了进去 临行前是有一顿断头饭的 刘焕荣并没有吃东西 而是自制了两杯低配版的深水炸弹 往两杯啤酒里 各加了一小杯高粱酒 随后一饮而尽 接着找狱警要了一支烟 边抽边跟狱警聊到 我不是英雄 黑道没有英雄 警戒才有英雄 健康幼稚园火烧车事件中 奋不顾身 救人而丧命的林静娟老师 才是真正的英雄 他还特别交代 若外界问起有没有疑言时 这几句话一定要转达出去 伴随着医生枪响 刘焕荣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此前他便同意 捐出全身所有器官 在此行执行完毕后 一旁等待的医生们 马上进行器官摘取 但由于他是B型肝炎携带者 医生最后只取下了 他的两个肾脏 以及眼角膜与拱膜 拱膜也就是眼球内的那一层 乳白色不透明的纤维膜 在刘焕荣服发后 台北市议员冯定亚等人 还向台北市教育局提议 将刘焕荣的故事 纳入国民中学生活教材之中 但最终是否被采纳 我并没有查到 刘焕荣当初在竹联邦内 除了担任中堂执事外 还成立了自己的堂口 圣堂 现在圣堂的第四任堂主 名叫林志明 圣堂内部至今依旧将刘焕荣 视为精神领袖 每年在3月23日 刘焕荣服发这天 都会给他举办一场追悼会 好了 刘焕荣的故事讲完了 相信此时屏幕前的你 对刘焕荣是个什么样的人 应该有个较为清晰的了解了 但正如我视频开头所说的那样 很难去评价他 因为在不同的人心里 他的形象都是不同的 而且这些不同的形象 还都是对的 在那些被他杀害的人 其家属心里觉得 他就是一个坏人 怎么说他都是一个坏人 而在那些被他帮助过的人们心里 他就是个好人 他们对这个杀人犯心怀感激 也是件正常的事情 郭德纲说过一句话 天下人都说这人不好 但他对你好 你就得认人家的好 所以不管说他是好人 还是坏人都是可以的 作为讲述者 而非亲历者 我无法站在被他伤害 或者被他帮助 这两种不同的角度上 去看待他 所以对我或旁观者来说 很难评价 但我觉得 刘焕荣被执行死刑 是最好的结果 未解的未解 悼念的悼念 一马归一马 倘若不然的话 杀人帮人混为一谈 一切都将乱了套 好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的观看 我是你们的郑吉祥 我们下期见 对了 关于刘焕荣的事迹 也被改变成了电影 蝶血双雄 发歌演的 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去看看 情笑稳 稻字迹 跟刘焕荣 相安 相机 间